发车前,公车司机仔细地在每一个座位擦拭消毒 连握把及方向盘也不放过 发车,按键,方向盘都擦一下 然后我们有摸过的地方尽量都擦一下 因应新冠疫情,就用施工车处方面规划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不但每辆公车出车前要全面清洁消毒 各分站司机不进站打卡,用餐休息以避免群聚 因应近期疫情升温,更要求每位司机上班前需先进行快篩 需要,我们都规定分站的司机同仁 不要进分站打卡,减少两人以上的群聚 然后在分站里面,不能够有两人以上脱口罩 吃便当,喝水这个动作,这个都禁止的 那尽量在户外来实施这个用餐,不要群聚 那另外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也规定每档回来都要消毒 那除了我们发给司机这个口罩跟面罩以外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车上装有这个透明的围帘 减少我们司机跟乘客的这个接触,尽量能够避免 那另外我们最近也规定,这是因应这个Omicron这个病毒 我们也请司机同仁上班前一定要快篩 那快篩正常才能够上班 那快篩如果有异常就要请假,然后去做这个PCR这个检测 不过即使执行如此严密的防疫作为还是躲不过病毒侵袭 公车处长证实,上周有一名司机上班前快篩呈阳性 后经PCR确诊 之前有一位就是因为他快篩阳性 然后我们就请他去做PCR 那后来就是因为有确诊 那我们这些同分站的同仁 都有做一些依照卫生局的指示 做一些疫调跟一些居家隔离 那目前这些居隔的同仁都健康都正常 那也规復上班 对于有公车司机确诊 达成民众无奈表示做好个人防疫工作最重要 买的还是要买药 做好自己的防护啊 公车处方面也强调 这起司机确诊案件不影响各路线公车行驶 接下来也会持续要求各路线司机落实各项防疫作为 全力维护乘车民众与公车司机的健康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但你就学 roup了 什么 好